这个草鞋 稻草做的鞋子 架起小板凳穿过 捆捆稻草交叉编织 草编艺术家熟人的手艺 现场编起传统草鞋 馆场内还有多种 栩栩如生的作品 仔细看全都是用竹藤 手工编织而成 今年以龙年为主题 搭配传统花纹点缀 不止十二生肖 还有传统三合院建筑 从平常可见的植物叶子 筛选 收集 处理 延伸出多种不同的手工艺 充满古早味 真的还蛮新奇的 因为看到 这是大概50年代 40年代的一个作品 尤其是草编的 跟一般的外面都看不到了 就在这里看到 我觉得很兴奋 也觉得说也很开心 从小没看到 在这里看得到 传统手艺让人看了深有感触 桃园观音草编艺术家 王玉祥传承父亲的技法 秉着对草编艺术的热爱 改良传统编制法 融入民俗节庆等文化特色 编织出生动活泼的作品 透过草编艺术特展 一展客家文化 可以让大家认识到 这个稻草 可以做出千千万万的东西 不管是生活的器具 还是脚上财的 今年是农年 像这个海龙王 那个回龙 或者是双龙夺朱 双龙戏朱 各式的一些草编 把这个废弃的稻草 变成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产业文化 来呈现给大家 这次客家工艺馆推出的草编艺术特展 是邀请到观音在地的草编老师 王玉祥来进行的展览 因为今年是龙年 所以我们用龙作为主题 当然也有龙的好朋友 就是十二生肖的动物 还有传统社会里面的信仰 土地公 还有老屋 还有民俗节庆等等的作品 内容都看得到 传统草编不仅编织出不少人的耳少回忆 也希望随着时代变迁 客家记忆不断创新 能让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明时新闻周炳于桃源报导